从农历新年前我们就拿到这辆 Artiva Hybrid 一直到现在 5 月中 我们在拍完这个影片之后就把这辆车还给 Pro Duer 那么在今天的影片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这辆车的一些优点 跟 Pro Duer 的一些未来计划啦 所以大家对 Pro Duer 的未来计划有兴趣的话 那么今天的影片不要错过 然后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啦 虽然讲 Pro Duer Artiva 是一台烂大街的车子 可是呢 这台 Hybrid 其实它实际上跟着一个 Turbo 版本的 Artiva 是有很大的不一样的 第一点呢 它的 Suspension Tuning 是日本的 Tuning 然后第二点就是它是 Hybrid 那么 我今天的重点就是要讲它的 Hybrid 系统 这个系统呢 我给它的评价就是超级省油 因为其实我自己是一个很懒惰去打油的人啦 虽然讲我的家离油站很近 但是我就很讨厌每次就要去停下来 要去打密码什么 然后打油 这个是我很讨厌的 Process 可是这辆车哦 我开的这辆车大概是三个多月这样啦 我只打过大概是四五次油左右 真的是非常的省油 我最高的记录 53 块的 RON95 我走了 500km 而且呢 这个不是长途驾驶哦 这个是在 Bukit交流的范围走走而已 没有跑长途 如果我相信跑长途的话呢 它要做到 第1600应该不是大问题 因为我曾经试过呢 那个瞬间油耗呢 它可以到 21km per liter 所以这个动力配置就是真的超级省油啦 那么第二点要讲的就是这辆车的动力表现 这辆车的最大马力表现是 106ps 风质牛力表现大概是 173 Nm 左右 基本上这样子的动力表现哦 是比起那个 1.0 Turbo 版本更强的 但是我最喜欢这辆车的点在哪里 这辆车的这个纯电动行驶的速度哦 可以到 90km per hour 这个真的超强 尤其是在电池足够的情况下啊 我在 Bukit交流的范围驾车啊 就是从我的 office 回到我的家里 它都是可以以纯电动的方式行驶 然后车辆非常的轻盈 非常的安静 整个驾驶就是行云流水 所以变成我非常喜欢这辆车的动态表现 你知道吗 可能我下一台车我真的会去买 Hybrid 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这样子的表现 在高速公路行驶的时候只要电池足够哦 它也会切到这个电动模式 所以整台车的行驶是比起 普通版本的 Artiva 更安静的 而且它的加速表现也更强 那么刚才一开始我就有强调呢 这个 Suspension Tuning 是比较偏日系的 然后我不懂这个算是优点还是缺点啦 你驾这辆车的时候 你在 Pack 1 你会觉得 Body Roll 比较明显点啦 就是讲它的悬吊是一个偏舒适的设定 所以你在弯道的时候你会觉得 这个车好像有点 Body Roll 严重 会给到你没有那个信心去过弯 但是它的底盘是 Solid 的 也就是讲呢 这辆车它没有这样运动化 可是 Artiva Turbo 的话 它的悬吊设定就真的是比较运动化 我家那辆车 Pack 那个上位的弯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这辆的话我就会有一点点小担心 可是相对的哦 这辆车你在市区驾驶 尤其是这种路不平或者是讲很多 Bump 的地方啊 它的 Suspension Tuning 真的超级舒服 所以这个也是我自己个人会比较喜欢 这个 Artiva Hybrid 的原因啦 所以讲如果你是喜欢一个舒服设定的人 这个 Suspension 你会喜欢 但是如果你比较喜欢 Sporty Design 或 Sporty Tuning 的话 这个车你应该会觉得不够意思啦 那么在讲完了我认为是 Artiva Hybrid 的优点之后呢 我就要讲一下它的缺点啦 首先我觉得它最大的缺点就是这个 Engine 的部分 这具 Engine 是一个全新开发的 1.2 公升三缸高压缩比 Akinson Cycle Engine 听起来高大上 那么其实它只是一具路门引擎而已啦 而且加上这个 Artiva Hybrid 它本身并不是那种高端车型 所以它并不会有这个平衡杆 平衡轴或者是那个油压 Engine Mounting 的设计 所以抖动的方面我自己觉得还好 但是这个 Engine 就比较吵 如果你坐在车里面开车的话 这个声音没有那么明显 但是你在车外的时候 那个 Engine 一 kick in 那个声音真的是 我第一次听到那个声音 我还以为车子坏了你知道吗 可是后来我才发现 原来是因为它是高压缩比较Arkinson Cycle 的关系 所以导致它的引擎比较吵 所以这个是入门车没有办法避免的事情啦 不过有一个东西我刚才是没有跟大家讲到 就是这辆车其实它也支援这个 One Paddle 的设计 然后在这个 Ativa 海边上面它叫 S Paddle 也就是讲你开了这个工人以后 你可以用一只脚就是控制油门来 让它进行加速跟刹车的动作 我觉得这个东西还蛮好玩一下的啦 而且重点是你用 S Paddle 的时候 你的电池充电速度会比较快 所以车子可以长期保留在一个高电量的状况 这台车我加了三个月 基本上我的电量都是在四格跟三格之间切换 有时候会去到六格 所以我的电量都很够的 并不会出现那种没有电的情况 导致车子很没有力 OK啦 这个就是它我觉得它最重要的缺点啦 在我们拍第一期关于 Ativa Hybrid 的 Video 的时候 就有人问我们是讲 这一个后面这个 Boot 的盖是塑胶 会不会不安全 其实不会 首先这个是一个强化塑胶 它的刚性是在的 然后第二点 这个其实只是做一个 Cover 主要的安全部分呢 还是看这个后面 这个 C 跟 D Pillar 的硬度 所以这个东西是塑胶 基本上影响不大 然后接下来就要讲到它的那个缺点就是 它的 Boot 很大 没有错 但是它是没有 Spare 打压的 那么我在驾这台车的时候呢 本身就有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讲我的车爆胎 而且是爆到很严重的那种已经扁掉了 可是我没有被胎可以换 虽然这样轮胎扁了 但是幸好它们有给这个打风机啦 所以我用打风机定了 现在还可以的 不过我个人觉得还是给 Spare Daya 比较好 而且这个 Boot 的这个深度 其实真的是足够了 我相信塞一个 Spare Daya 尤其是这种小尺寸的 Spare Daya 问题不大啦 这个就是我主要要吐槽的地方 然后接下来就要讲一下它的内装 我要吐槽的地方 那么讲到这个内装设计 基本上跟 Turbo 版本的 Activa 是很接近啦 但是我有些点我要吐槽 然后有些点我觉得是不错的 首先我先讲不错的点啦 不错的点就是它把这个东西换成电子手刹车之后 它有很多的空间给你放东西 放背 放手机都没有问题 然后这个电子手刹车有一个我觉得 我很喜欢很便利的功能 就是可能今天你在低档的时候你驾车 然后你车停了 你推去批 它会自动帮你拉 这个我的 HRV 没有咧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蛮便利一下的 然后 接下来就是吐槽点比较多啦 首先吐槽点就是这个主机 这个主机基本上跟普通版的 Aktiva 是一模一样的啦 可是吐 它是没有 Reverse Cam 的咧 没有 Reverse Cam 你可以接受吗 给我我觉得都OK 因为我已经习惯开那种没有 Reverse Cam 的车 Parking 没有难度 可是对于一些朋友来讲 Reverse Cam 这个东西是真的很重要 可是它没有 而且如果你今天是 Subscribe 这个 Aktiva Hybrid 的人 你不可以自己夹它 所以我觉得这个蛮大的缺点 然后第二点就是这个 Stairing 上面有它的这个 AS Air 3.0 的这个先进主动安全配备的 Button 可是它没有这个歌曲切换键 这个我真的很无言一下啦 所以你每次在听歌 你要 Next 的话 你就是通过按你的手机 不然就是按这个 Screen 去切换下一首歌 Stairing 上面是没有的 这个很难接受咧 这个基本上就是我要吐槽的点 但是这辆车它的助攻还是不错的 基本上开了三个月 然后我驾车也蛮出炉价 它没有什么扎音 然后这个座椅的舒适度也不错啦 基本上呢 虽然让我吐槽很多 但是这个内装我觉得还是OK的 难免的它的 Brastic 感会比较重 同样的 因为这个 Ativa Hybrid 真的 不是什么顶级的车子 所以我觉得它的 Brastic 严重一点 还是可以接受的啦 勉强可以接受啦 其实这个 Ativa Hybrid 在 2022 年的下半年呢 就开放让人家去 Subscribe 啦 然后 500 辆的车其实一下子就没有了 那么为什么我们今天还要拍这个影片呢 其实拍这个影片不是为了 Review 这个车 是给大家知道一下 Pro Duo 的未来计划 Pro Duo 在 2025 年开始呢 它们的新车就会推 Hybrid 而且呢 它们还对于其他的动力配置的部分呢 其实也是有一些计划啦 那么这些计划呢 我们就先卖个关子 等我们下次有机会的话 我们在我们的汽车咖啡馆环节的时候 来跟大家聊一聊 以后 Pro Duo 的新产品 还有它们的动力配置的规划 那么总的而言呢 我觉得这次 Pro Duo 给我们 Ativa Hybrid 去体验呢 是一个不错的这个安排啦 因为 At least 我们可以知道 Pro Duo 的这个 Hybrid 呢 其实还是值得信赖一下的 最起码在我开的这三个月里面喔 它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而且这三个月里面不只是我开而已 我的同事之前也开着它啊 跟着这个 Porsche Club 呢 下去接壁 然后再跑去关单再回来 跑了差不多一千多公里 他们对于这辆车基本上也没有什么挑剔 他们觉得这个动力还OK 然后油耗OK 问题没有 只是比较可惜的点在于它的 Torch Speed 是只有150 可是给我来讲的话喔 Torch Speed 150 够了啦 是不是 因为这辆车只要跑太快 其实也不是那么安全 那么还有一点我要称赞的就是喔 这个动力配置喔 它的这个成熟度很高 你不要因为我该讲到它的这个引擎 可能抖动比较明显或者比较超 你会觉得它不成熟 其实它真的很成熟 尤其是在它的油跟电切换的时候喔 你基本上是感觉不到到那个切换的 所以它做到无缝切换是真的很厉害的 这个已经比很多的国际大品牌还强 所以这台车我给它的评价真的很好 甚至好过 Turbo 版本的 Artiba Hybrid 很可惜的是 Pro Duo 不打算卖这辆车 如果它真的打算卖这辆车 然后卖一个接近8万左右 我是真的会考虑它的 因为真的是太好开喔 我是真的没有开玩笑 虽然讲本地的这个 Artiba Hybrid 车主可能不多 但是我相信观看我们影片的观众呢 可能会有人拥有这款车 那么你对这款车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啦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对这个 Artiba Hybrid 三个月的总结影片 希望下次还会有厂商给我们这种长期测试车 那么我们可以测试到更深入一点 对不对 好啦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拜拜 我要去还车了 舍不得耶